A股要大变天了 市场突发两大消息 让人大跌眼镜 真正留给A股的时间不多了 今天A股再次被通缉 2023年只剩下23个交易日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 但留给大A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目前A股在全球股市指数涨幅当中倒数T2 第一被港股夺得 要想考出个好成绩 年终答卷 A股真的要努力了 大家好 我是交易新 今天下午录制一下 11月27号的收评内容 还是老规矩 星期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老朋友记得靠666 长按点赞 正能量支持一波 消息一 北交所对近期涨幅异常的凯华等 包括华阳进行重点监控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 整体北交所已经先发了 今天再次成交量再次创新高 现在提到了 对涉及异常交易行为 以及出具警示函等自律的监管措施 93人次 对近期涨幅异常的这几支标的进行重点监控 此前大涨的北交所的股票都是公告解释 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这就是赤裸裸的杀人猪心对吧 因为主板市场随便给你两个涨停板就已经开始 公告说了要偏离了市场价值 所以这是明显的两副面孔 你看打脸来的非常及时 北交所立即进行这个重点监控了 在超强的赚钱项目下 现在也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北交所 说明了什么呢 又多的陷阱已经不止好了 现在就等人跳了 那资金扎堆进北交所 我感觉要马上要收网了 所以大家可以小心一点 中长期来看北交所的死穴缺乏流动性 再多的利好 这个怎么讲都是不行的 现在整体的A股指数 现在到了一个压力 整体的市场环境非常差 今天虽说有所拉升 但是很差的市场环境会延续 所以整体来讲 大家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 还是要注意其风险了 因为当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 我们的超低战法来选股 今天我也是挖掘了三只核心于兔 铁粉们记得准时去看 那我的超低战法和龙回头战法 最近也是威力十足 那我在11月9号的惠位科技 现在已经发展成龙头了 对吧 现在已经四连半了 它就属于龙回头战法 包括10月21号分享的红盛股份 第二天直接涨停板 这种就是属于超低战法 包括前期的国际汽车 对吧 那汽车大涨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超低国际 铁粉们记得准时去看 新粉丝找不到的 大家记好了 你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用什么 和你的亲戚朋友 打云打视频发红包 在那里收技术派交易信 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 所以北交所我觉得即将退潮 那么A5才能够有机会 主板才能有机会 那消息二 今天的汽车涨得非常的强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 长安和华为现在签署了 投资合作的备忘录 或许新公司股权不超40% 经双方协商 华为要设立一家 从事汽车智能系统的公司 包括智能驾驶的解决方案 汽车智能座舱 智能汽车数字平台等等 这提到了一个合作 那同时大家知道吧 前几天还在辟谣这个长安和华为的合作 那么今天呢 就突然这个官宣了哈 在A5啊 这个谣言等于遥遥领先的语言呢 所以的话再次得到了证实 难怪啊 这么多的小作文 那这个市场的出名资金呢 总是太多 那可以说华为呢 现在也是在下一盘大旗 不仅仅呢 帮车企招好车 而且最终的目的是 打造智能化平台的战略 所以呢 不仅仅是长安 很多的车企啊 都有可能获取到新公司的股权 跟华为绑定在一起 打造国产智能汽车的鸿蒙时刻 那毫无疑问呢 这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新端汽车的格局 很多单打独斗的 未来压力会很大 要不加入华为 要不呢 被华为整个的产业链啊 进行围攻 所以对A股来讲呢 利好长安和华为的汽车产业链 今天呢 也是迎来了大赵 那汽车呢 我们还是要寻求低位啊 因为现在汽车整体来讲呢 很多的一些分歧和退潮啊 可能大家要注意其风险 那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技术面的表现 技术面当中呢 今天算是给点面子 收了一个长下影的小阴线 但整体来讲呢 这一波的空投情绪呢 加大了 所以的话 现在我要担心的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 整个的日线级别是不是要照旧双底结构 因为整个的顶分形结构成立了之后 这个顶分形并没有遭到破坏 所以说整个的指数呢 如果围绕着顶分形成立之后啊 把这个双底的日线双底的结构有望形成 所以这是我唯一担忧的点 那同时的话 现在的长下影到底是不是确定性的反转的信号还不确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明天整个的一个强势的底分形结构能不能照旧出来啊 强势的底分形出现了 那么才有继续上弓的一个动能 所以呢 明天才是真正的验证验收的时刻 而现在30分钟级别的图形 我们看到了 从上涨趋势而言 上涨趋势已然被打破了 我说了跟大家强调了 只要是不创新高而反身把前低跌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些风险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前期的低点已经被跌破了啊 所以呢现在很难想象啊 这个行情如一旦走出下跌趋势 这种下跌的格局一旦出现 那么日线的双地结构将建立起来啊 这是我们当前短期的最大风险 还有一丝的转机 这个转机啊 就是在于整体的指数 只要每一笔能回拉到这个绿色的中枢空间内 指数就会有转机 如果说某一笔回拉不进中枢 那么接下来呢下跌趋势就会最后一根的短线的救命稻草 即将消失啊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风险 所以当下的话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明天 至少呢先回拉到中枢的范围内啊 至少把这个3042要给我们回拉进去啊 那接下来的话把3015的低位的支撑守住了啊 那么整个的平台大的宽幅震荡平台呢 还没有失去效果 所以呢这是我们短期面临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整体A股短期生死存亡之际 大家当下要做的先注意其风险啊 那风险控制住了 接下来呢无论怎么跌 我们想办我们想方设法去获取最廉价的筹码 那才能在复杂的A股环境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这是呢今天整体的一个收屏的视频内容 那听完认同的朋友们 记得在评论区来播666支持一下 最后祝大家2023年股市长红 每点关注的新朋友点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